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她長得非常漂亮 有一點像那個 單身及地獄裡面那個宋志亞 超級多男生喜歡她 有錢的高的帥的 應有盡有 但是她有一個壞習慣 應該說女生普遍有這個習慣 就是非... 你單身嗎? 你渴望愛情嗎? 你因為沒交男朋友太久 害怕交出自己嗎? 那現在老大要給單身的你10句話 來單身10句話之一 不要去幻想哪個人出現 會彌補你的空缺 填滿你的寂寞 真正讓你空虛的人是你自己 而不是單身 你身體的寂寞 你可以找一個塑膠男朋友 但是心裡的寂寞才是真正最寂寞的 這個是沒有錯的 但是老大要告訴你 你可能一個人快樂不了 那兩個人你會更加空虛 你沒辦法獨自去燦爛享受生活 什麼你都要靠另外一半去給你 那你絕對就變成很依賴 很黏人 非常沒有安全感 你們知道哪一種女生 對男生是最有吸引力的嗎? 能夠過好生活的人 哇!這個女生好有自信 她吃得很講究 用得很有品味 生活很豐富 連身材、打扮都照顧得很好 那這一種男生就會去幻想說 我跟你在一起 會變得更豐富 好有質感 相反的 如果一個女生 是整天愁眉苦臉 怨天尤人 衣服還皺個半死 你以為男生會想說 她好可憐啊 我要把她救出苦 幹什麼東西啊 我又不是觀世音菩薩 悲天悯人普度眾生 所以你要去記好 單身它是一種狀態 而不是一種等待 你單身過不好 你不可能會有幸福 再來單身十句話之二 不要傻傻的以為 有一個人可以給你愛情 又給你麵包 與其在意麵包 你不如在意他的擀麵棍 你是不是在開車啊 沒有啦 事情不是你們想的這樣 選男人啊 你在意麵包大不大 你不如在意擀麵棍大不大 他有錢 只是他爸爸給他的 富二代 或者是做一些黑的偏門的 這種都不持久 你一個男人 你要選擇有夢想的 有才華的 啃腳踏實地的 才真正可貴 所以啊 有魚 你不如有釣竿 有麵包 你不如有擀麵棍 選男人啊 不是有沒有錢啊 而是跟買股票一樣 你要選擇 未來會爭執的 那才重要 再來 單身十句話之三 別去羨慕 嫉妒或者去詋毀 因為每講一次 你就離幸福遠一點 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她長得非常漂亮 有一點像那個單身即地獄裡面 那個宋志亞 超級多男生喜歡她 什麼有錢的 高的 帥的 應有盡有 但是她 有一個壞習慣 應該說女生普遍有這個習慣 就是非常八卦 整天講的就是啊 她那麼醜啊 男生瞎了眼才喜歡 那個誰誰誰啊 那整天換包包一定是被包養 還有那個她啊 男友超花心的 鐵定一下就甩掉她 朋友啊 跟她相處聚在身邊啊 就是各種啊 慘媚八卦 但是啊 他們基本上啊 都是啊 不交心的啊 都是亂講閒話 朋友就是這樣 一群一群的換啊 年輕的時候好像啊 也不在意 但是啊 她現在啊 逐漸上了年紀 姿色有所衰退之後 才發現啊 當初這一些豬朋狗友們 一個都沒留在身邊 而且相反的啊 還得罪了很多人啊 現在整個名聲是臭掉 所以老大要告訴你 真的啦 女生啊 不要隨便去八卦 當你每說了一句 你就樹立了更多敵人 那你的愛情裡面啊 也不會被世界所祝福 所以啊 盡量啊 你想辦法維持內心的柔軟 不羨慕 不嫉妒 不詆毀 再來單身十句話之四 如果可以 那你要很多很多的愛 如果不行 那你要很多很多的錢 對喔 嘿 就是這麼膚淺喔 你沒有理由啊 不在現在這個 最美好的年紀打拼 想辦法讓自己更強大 真的是女人唯一的選擇 你如果有錢 吃青菜 那叫養生 你如果很窮 吃青菜 就叫寒酸 一樣的事情啊 這個差別在哪 差別在自信 一個女人啊 有了自信之後 她就會散發出來一種 氣定神賢的力量 那能夠去治癒你一切的自卑啊 沒安全感啊 空虛等等 再來單身十句話之五 這輩子最長的戀愛 應該叫自戀 每天起床啊 你有沒有對著鏡子說 哎呀我怎麼那麼好看 嘿沒騙你 光這一件事情喔 不只是哄騙你自己 而是啊真正去欣賞自己的 可愛迷糊天馬行空 當你啊打從心裡去喜歡自己的時候 正能量它就會去吸引整個宇宙 但是啊你如果是整天抱怨 整天不爽 絕對你的外表啊 看起來就是很衰小 那不要說是喜歡你啊 連交朋友都很有壓力 所以喔 談戀愛之前 拜託你要先喜歡你自己 再來啊 單身十句話之六 叫念一次少一次 欸真的喔 我有很多女生朋友 因為單身啊 他爹他娘啊 在家裡 難免就會唸他幾句 結果啊 被唸唸唸 一覺得很煩啊 就頂撞回去 久而久之啊 真的是啊 跟家裡的關係很不好 所以喔 老大要教你喔 欸下次啊 爸爸媽媽在唸的時候 欸你就回啊 不是啊 我不談戀愛 是我想多陪你們幾年啊 或者是啊 跟他講說 都是因為你們感情太好 害我啊 想要找到比你們好的很難啊 像這樣子用撒嬌的方式 你去回應他們的擔心 你相信我真的啦 他們啊 念歸念 但萬一啊 你真的是找到不好的男生 欸我告訴你喔 他們會比你更心疼 所以咯 爸爸媽媽的年紀啊 逐漸啊 變老了 那你就好好珍惜這些 念一次少一次的機會 再來 單身十句話之七 算命是現況調整的參考 而不是未來決定的依據 你媽有沒有跟你說 熬夜皮膚會不好 欸你聽了嗎 老師有沒有跟你講說 好好念書 以後會出人頭地 你聽了嗎 老大有沒有跟你講說 不要內X會懷孕 啊你聽了嗎 對嘛 那你為什麼要把感情生活啊 婚姻大事啊 全部去聽一隻白蚊鳥 或者是咬著牽的烏龜 跟你們講啊 我就是深受其害 以前啊 我有一個論集婚嫁的女朋友 結果她拿八字去合一下 給算命老師算 雞雞掰勒 不算還好啊 一算老師說這個男人不能嫁 他三十歲齁就會 工作失敗破產啊 四十歲就會養尾禿頭 結果 她這樣就跟我分手 欸你看 現在我工作有沒有很好 毛髮有沒有相當濃密 依然是不是船尖泡利 所以囉齁 算命真的是啊 當作是調整的參考 而不是當作決定的依據 再來單身十句話之八 不要因為單身很久 就越不敢認識人 很多人單身個三四年啊 欸你就封閉自己的心 很怕踏出那一步 但是不是啊 欸單身你反而應該居多一點啊 同事找你去酒吧就去 高中同學會啊 朋友結婚啊都去 你不要因為單身而怕被笑嘛 單身是你的選擇 又不是你被選擇 打開自己的心 多去認識人 就跟你十八歲啊 夜沖啊什麼 涟漪啊一樣 再來單身十句話之九 愛情它不是用談的 而是用墜入的 很多粉絲最喜歡問啊 欸老大你看我這個男朋友好不好 對不對啊 我只能告訴你啊 當你覺得不對時 就是不對 但是當你一覺得對了 也有可能不對 欸但是喔齁 So what 就跟你打傳說一樣 你哪一次不是覺得我能反殺衝出去 你有一定贏嗎 大不了死了之後罵兩聲幹 欸等一下啊 泉水裡復活又是一條好漢 所以當你啊 戀愛最入實 欸你就義無反顧 那萬一你失戀了 大不了老大陪你哭 欸那有沒有可能打了一輩子 上不了傳說 欸有可能喔 欸但那又如何 至少你打遊戲時 你是很開心的不是嗎 再來單身十句話 最後一句 寧可做大齡聖女 也不做婚後怨婦 欸在台灣啊 十對結婚的有三對會離婚 剩下的六對還在人 所以啊欸你說老大年紀大了 欸有什麼了不起的 年齡他不該當成你結婚的理由 也不該當成談戀愛的理由 而快樂才是 除非啊你真的比單身時快樂 不然啊你何必為了誰脫單 所以每一段戀愛時 扪心自問 我送吧 好啦以上這十句話就是 七七老大送給單身的各位 努力工作啦 享受人生 變得更好 變得更美 你可以沒有對象啊 但是不能失去微笑 你可以沒有愛情 但是不能虛度人生 你可以沒有婚姻 但不能停止美麗 嘿記好了喔 魚與熊掌他是不可兼得 但是肥胖和醜 絕對可以 好啦最後一句話 送給你們當作結尾 因為我每天都這樣告訴自己 拜託 你別在我變得更好之前出現